主席 主席麻煩行政院蘇院長 蘇院長請 主席 等會可能還會有內政部部長跟警政署署長 等會再請一請 內政部部長 好院長好 館長 剛剛大家講了那麼多和事 本席現在想要請教 2006年您在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們蔡英文副務院長宣誓說 核四一定要蓋完 那現在2021年 蔡總統又說核四是危險的拼裝車 您也是行政院院長 請問啊 人民到底要相信哪一個 蔡英文 人民看得清清楚楚 當年就是國民黨佔著立法院人數多數 硬是通過決議 要行政機關 揮護新建合適 編列預算 所以 您的意思是國民黨強迫民進黨 是這個意思嗎 對 當時是國會通過決議 立法院 國民黨是怎麼樣強迫蔡英文副院長來說出這一句話 因為 因為國民黨通過了相關的法案 所以他就投降了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是立法院決議後 預算編列 通過執行 作為行政院副院長 的蔡英文 當然 在預算執行上 是這樣講 但 立場上 蔡總統 始終都是緩和的 所以他的立場沒有變 但是他的做法有改變 是這個意思嗎 信仰沒有變 價值沒有變 立場從來沒有變 但是說法變了 而且 做法也變了 當時不斷立法院決議大法官解釋 所以這樣子 所以 他的做法是不是著是金飛 而且是一個雙標的總統 不是 不是 哪裡不是 為什麼 本時要提醒院長 在您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十七年前的今天 三一九槍擊案 發生了 不對 對不起 是三一九槍擊案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您還不是行政院院長 但是 您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立法院通過真相調查委員會要提 要提提提提相關的資料 你當時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事 你做了 行使機關行政的抵抗權 不讓立法院的真相調查委員調資料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 我一直都是依法行政 立法院通過的真相調查委員會 你有沒有行使抵抗權 有還是沒有 我們 一直都依法行政 過去行政都供檢驗 始終 我們都站在法理之上 好 所以 蘇院長 你有行使你的抵抗權 但是 蔡副院長 沒有 是 還是 不是 什麼 沒有 沒有抵抗 你在319真相調查委員會 要調查資料的時候 你擔任行政院院長 2006年 你抵抗 不願意接受調查資料 但是 蔡英文總統在2006年 擔任副院長的時候 他沒有抵抗 他接受立法院的決議 對不對 是還是不是 我不曉得委員所問 是哪一段 因為 我上次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副院長是現在的蔡總統 但 我們都是腳步一致的 是 你的腳步是一致的 所以 319槍擊案 那個時候真相調查委員會 在要求行政部門提供相關的資料 你當時是不同意的 對不對 我想 當時的情形怎麼樣 都有文件各方面 各請調查 我都經得其檢驗 所以這篇院院長 本席直接告訴你結論 就是在多年前 你行使了行政抵抗權 我沒有說你對或錯 但是在多年前的 蔡英文副院長 他沒有行使這一個 這一項 所謂的行政抵抗權 我也沒有說他對或錯 319槍擊案是特徵組 偵辦 行政員一向也不介入 不干預 不曉得委員在講什麼 您要是好好的回去 請他們提供你資料 你就會知道 2006年那個時候立法院有成立 當時你也講了 草小也大 當時國民黨在立法院是多數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 成立通過了 真相調查委員會 要跟相關行政部門 調取相關的資料 而當時 作為行政部門的 是不同意的 你現在是要把這個 跟合適 編列預算 要弄在一起講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當時有抵抗嘛 但是蔡副院長沒有抵抗 喔喔 阿你講沒有抵抗的意思是 編列合適預算這件事嗎 我的看法就很簡單 編列預算 你是經過行政院的阿 不是副院長就可以編預算阿 好沒關係 我不曉得你兩個結論是 要怎麼弄在一起 但是無所謂 來再請教一下 今天是319槍擊案17年了 直到今天為止 陳水扁前總統 呂秀蓮前副總統 都還對當年的事件 有非常大的疑義 而這麼多的事件裡面 我相信 您一直希望 今年能夠繼續的轉型正義 能夠 委員會能夠繼續下去 我想要請教的是 這一個319槍擊案 可不可以 也讓 陳水扁 民進黨的陳水扁前總統 跟呂秀蓮前副總統 有一點點轉型正義 可不可以 轉型正義 一直都是對於過去 幾十年威權統治 怎麼樣子 讓當年的不法判決 以及當年的受害 國民 能夠得到平反 同時 我們把整個正義彰顯 至於319槍擊案 也是現在貴黨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 當年就申辦的警察 欸 是啊 所以 應該這樣講 直接跟院長說 過去的正義很重要 但是 319槍擊案的正義 而且牽扯到民進黨的執政 本席覺得也很重要 不是 是過去沒有正義 所以現在轉型正義 是過去威權統治 國民黨執政幾十年 用戒嚴 製造很多不法 不正義 現在 民主 整個 讓轉型正義 讓過去的淹屈不法 受害 能夠平緩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 陳總統 陳前總統跟呂富 總統的正義就不重要囉 這次 319槍擊案到底是怎樣 偵辦的是特徵族 當時第一線是何友宜 那這整個事情都有報告 那整個事情 當事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尊重 到底我們是民主國家 是法治國家 17年前的319槍擊案 我想當然對台灣影響非常的深啊 那我們最近看到國內的治安 也是亮起了紅燈啊 3月17號 三重有三千萬元的黃金搶案 那在臺北市的臨申北路啊 有人就在臨申北路直接丟手榴彈 那高雄跟台南最近也是槍擊案頻傳啊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行政院有什麼措施 或者內政部 我剛剛原本想 也想請警政署來談一下 我來跟委員報告齁 剛剛委員提到的搶案 立即鎮破 早上都已經 新聞也都出來了 而且 我們第一時間就掌握到那個犯險 那現在正在在澄清他作案的這些細節 那事實上已經掌握 然後他們整個的錄影帶 各方面的監視器都也有拍到就是他們 而這些人 有的有三十幾項的前科 以前就是珠寶大道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馬上掌握馬上破案 至於那個 臨申北路那一個 他是做一個 他是用信奧彈的做了那個土製的 一個小型的一個 等於爆裂物 不然我就直接打斷你 因為整體讓民眾的感覺 就是我們現在的治安 的確是讓人覺得不安心 所以在這個部分本席還提醒行政院 請內政部還是要多加強 謝謝委員 下一個問題 我已經指示 事實上我們都在進行 我們全部的掃黑數槍數毒 這些全面的在展開 這個委員可以看到我們接下來的成果一定會一直出來 前面的成果一直顯現 這個你們真的要加油 因為民眾很期待 第三個部分 我想要關於姓名條例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內政部管 當然前面兩位委員也都提到所謂的鮭魚之亂 那這個新聞已經引發全球媒體的關注 包含BBC 包含華盛頓郵報 CNN 全世界都在播 請教一下院長 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是這樣啦 這個 姓名權是人格權 委員也是法律專家 大法官也有解釋過 說這個主觀意識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妨害人民行使 那至於名字定定確實 一代一代或者是個人個人 都有不同的自我主觀判斷 那現在的我們只有憲法保障 人民有姓名權 包括他要改名字 那我們相關條例 有規定就三次違憲 那 最近 看到這樣的情形 如果你問我感想 我是覺得 當全世界都受疫情衝擊 台灣 卻為了持歸於壽司 改名字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院長 本席來建議一下 我先跟您說一下 因為當然 大法官有這個解釋 我們都非常尊重 而且遵守 那相較於日本 是不能夠改名的 美國跟韓國 是要向法院申請 那中國大陸 是要有充分的理由 才可以申請 那本席也不反對啦 那但是現在 引發這樣子的一個 這麼大的新聞 的確是不是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所以本席 想要建議 看看院長覺得 知不支持 就是說以後 我們再申請這個改名 有一個所謂的冷靜期 譬如說 你來申請 經過十五天 甚至於三十天以後 你再來申請 來讓他生效 或者改名 三年以後 三年以內 是不可以再改的 可以讓我們的民眾 把這件事情 再來冷靜一點 再來做多一點的思考 那也減少我們現在 行政的支出 院長或者部長 覺得怎麼樣 這個 在憲法保障人民 姓名權的同時 我們當然姓名條例 有時候 只限三次 那委員現在再多加一點 冷靜期等條件 也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所以院長覺得可以思考 部長 這個委員的建議 講實話是不錯 因為事實上 這個會不會 產生違憲什麼 這個倒是有一點爭議 但事實上他只是限制 並不是他不能改 所以這個就不會 因為自由是不可以拋棄 改名也是 但是代法官說一個自由 他主管的自由 當然 所以也不能讓他拋棄 那當然是可以限制 那限制 這樣的限制 真的 可以 可能要 多方來問一下意見 不過委員提出這個意見 倒是 我是覺得不錯 大家要再徵詢意見 多多的 帶來討論一下 好 這個部分就麻煩院長 跟部長 好不好 因為的確這個 我不敢說 這是一件都不好的事情 但是的確引發了台灣社會這麼大的爭議 也是 我倒是覺得 可以讓您來思考 否則以後 護政員員 真的頭髮痛 姓名是很麻煩的 因為姓名有時候 細於主觀 事實上在這個 我們所謂的鮭魚之亂之前 的確是有十個人 他的名字就叫鮭魚 你不能說他不雅 當然 我們都尊重每個人的姓名權 這個沒有問題 那最後 真的時間只有一點點 院長 因為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 提出了住宅三件 包含杜絕房市炒作 健全租屋 還有推動社會住宅 那 其實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有 所謂的屯房稅 但是行政院 一直不願意實施 本席在這邊看 其實從民國一百年的奢侈稅 一百零一年豪宅稅 一百零二年提高的公告 公告限職 針對於轉售來查稅 一百零三又是提高 非適用住宅的 房屋稅力 一百零五年是房地合一稅 都沒有效果 所以本席可以預見 假如沒有屯房稅 來增加持有的成本 今年的實價登錄2.0 跟房地合一2.0 的打房可能還是有限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然 院長 因為假如說 只有四戶以上的屯房稅 都不願意 的話 那到底要多少間房子 行政院才願意實施 當然也不諱言 院長您跟夫人 也有四戶房子吧 對不對 委員是這樣 跟這個有關嗎 這個 委員是不要再把它破壞到別的地方去 是這樣啦 我們實施一個政策 希望 達到效果 那我們效果是希望打炒房 所以對於 短炒 短買短賣這個打 另外 用房子去貸款 我們中央銀行也大大降低 買豪宅的 買第三戶以上的 降低它的貸款成數 那這個確實有效果 至於說 好 謝謝 李委員 繼續請蔡委員 請蔡委員 謝謝